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网友们想到了以前她的那段故事 微博里看到她的孩子和老婆 她表示自己有女万事足 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 她已经结了两次婚 看她现在的照片 难以想象她年轻时 曾为爱疯狂的模样 林又昕是台湾的一位演员 如今的她已经45岁了 虽然现在的生活看上去幸福美满 但其实她的感情史 让人十分惊叹 1977年 林又昕参演电视剧《台湾灵异事件》 并凭此出道 因为她的外形和长相十分上进 所以这部剧播出后 也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 为自己的演艺事业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 她又接演了一系列的台湾乡土热剧 比如台湿八点档的《素心蓝》 《天地有情》 还有后来的《金色摩天轮》 可这些剧播出后 却都是频频繁响 并没有让她大红大紫起来 可即使如此 她没有放弃当演员这条路 毕竟虽然她的事业不是很顺畅 但她的桃花韵是相当的旺 如果她没有兼职演戏的话 也就不会认识她人生路上的这几任女友 可以说几乎她参演的每一部剧 都会传出一段恋情来 也就是这几段恋情 让林又昕有了女神杀手这个称号 林又昕首次因拍戏 而产生的恋爱对象是林伟军 两人在拍《金色摩天轮》时 因为接触比较多 所以久而久之 他们互相都有了好感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 林伟军在当时的名气 就已经很大了 她被誉为台湾的偶像剧女神 长相也是得到了所有民众的认可 当时的她是被大家公认的最美面孔 因此 当她与林又昕之间的恋情曝光时 也是引起了广大媒体的关注 甚至当时在林伟军的一众追求者中 还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男演员 霍建华 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十分疑惑 为什么女神林伟军 为什么会选择林又昕 而不选择霍建华 究竟林又昕这个男人身上 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吸引着她 可好景不长 惯有皮腿女王之称的林伟军 很快就与同剧组的许少阳 传出了绯闻 而这也代表着 她与林又昕的这段感情结束了 因为当林伟军的新恋情传出时 林伟军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 因此她选择在这样复杂而混乱的关系中 主动退场 这样的结果也只能说她们缘分不够 当网友们还沉浸在她的上一段情史中时 林又昕的桃花却怎么也挡不住 就在她拍《一定成功》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她又与同剧组的王瞳因细生情 两人的恋情在刚曝光时 她们在大众面前表现得相当幸福 这段感情她们交往了四年之久 但就在网友们以为 她们会顺利步入婚姻的殿堂 一起度过下半生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当时林又昕的母亲得了重病 而她唯一的愿望 就是看着自己的儿子结婚生子 而爱母亲切的林又昕 也想要满足母亲的这个愿望 于是当即就打算和王瞳结婚 可当时还只有25岁的王瞳 却并不想那么早结婚 她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在事业上拼一把 并不想那么早就回归家庭 因为两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于是她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 拉扯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她们的感情也终于 在彼此的争吵中走到了尽头 最后 她们选择了和平分手 虽然当时的林又昕 是真的想和王瞳一起 度过下半生的 否则两人也不会纠缠大半年之久 但对孝子来说 文称母亲的愿望更加重要 所以这段四年的爱情 也就彻底结束了 2013年 在林又昕40岁的时候 她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而她的第一任太太 叫做张燕霖 当时的张燕霖 还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 也是大家公认的美女 她比林又昕小了整整19岁 她们在交往之后 就一直维持着稳定的情侣关系 直到同年四月的时候 两人完成订婚 三个月后 又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结婚没多久 她就为林又昕 生下了两人的孩子隆隆 短短的一年里 她们完成了人生的两件大事 结婚 生子 当时很多人都在纳闷 为什么她们结婚结得这么赶 后来才发现两人是奉子成婚 但她们的婚姻 并没有维持很久 在2016年 张燕霖用短信的方式 结束了这段婚姻 在短信中 她告诉林又昕 自己已经不爱她了 而且自己现在 想要的只是自由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三年的时间就结束了 而她的儿子隆隆 也只有三岁 但这改变不了张燕霖的想法 林又昕只能同意离婚 虽然离婚了 但她们还是会经常见面 也还是维持着朋友的关系 而这次离婚 也给林又昕带来了不少伤害 看着年幼的孩子 林又昕曾想要和前妻复合 她也将自己的这个想法 告诉了母亲 母亲也同意了 但前提是 张燕霖能够安定下来 可前妻还是太年轻了 她没有要安定下来的念头 也还没有做好准备 来面对家庭的一切 林又昕知道 张燕霖有自己的追求 而她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等 可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下一段婚姻 会来得那么快 谁也没有想到 林又昕会如此迅速地 再次结婚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她再次找了一个 比她小18岁的妻子小文 而两人相识的过程 也是十分有趣 小文和林又昕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的 起初 林又昕因为年龄的原因 对她并没有那方面的 想法 但巧合的是 就在林又昕被爆离婚的时候 她自己在游轮上表演节目 当时的她又唱又跳 从她的表现上看 一点都没有离婚的伤心感 这引起了小文的注意 她当时很好奇 这个男人的行为 后来她才知道 原来那段时间的林又昕 也会伤心 会哭 会喝酒 就这样 她发现了这个男人 最真实的一面 小文也曾在节目中谈过自己 为何会嫁给林又昕 她说第一个原因是自己喜欢大叔这个年纪的 而是因为自己想在28岁之前 生小孩当妈妈 而当时刚好出现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男人 甚至她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说法 称林又昕只是一个金主 可不管什么原因 他们都有彼此欣赏的闪光点 也因此结婚了 结婚后 小文一直想生一个孩子 可一直没能如愿 于是她决定去做试管婴儿 终于在经过三次漫长而又艰难的试管后 他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林又昕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婚后 就说了一句话 她表示希望儿子要生就要养 也正是这样一句话 林又昕开始改变自己 也许是肩膀上的责任 也许是对儿子的亏欠 让她选择了再婚 当她看到自己的儿子没有妈妈的陪伴时 她感到十分自责 因为这一部分原因 让她奠定了自己再结婚的打算 结婚后的林又昕 低调地分享着自己的生活 她的这段婚姻 不再像第一段那样轰轰烈烈 这次她十分低调地举行了婚礼 可能这是因为小文想当妈妈这个想法 让她成为了林又昕的妻子 也正是因为她温柔 照顾孩子的性格 林又昕选择和她共度一生 这真的是应了那句俗话 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演出的时候 林又昕带着自己与前妻生下的儿子 和现任妻子一起去华山 闻创园区逛桥谷展 而小文对这个前妻的孩子 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对龙龙就像是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现在的林又昕也是儿女双全 家庭幸福 她也经常在微博上 是爱自己的孩子和老婆 经过十几年的产店 她也成为一名男子汉 一名好爸爸 曾经的她桃花不断 但现在的她 一心一意地对待自己的家庭 从年轻时候的轰轰烈烈地 去追求她喜欢的一切 到现在追求稳定的生活 这都是她的成长 看到林又昕现在的生活状态 也让人不禁为她感到幸福 现在的她一心都是家庭 也希望网友们 可以放下自己对她的偏见 重新记住她的新标签 都知道林又昕年轻的时候 风流倜傥 都知道她和她的老婆 差了十几岁的年龄差 但在爱情面前 年龄 身高都不是问题 只要的只要你十分愿意 和自己面前的人相处一生 多浓的爱 都需要彼此的理解和支持 年轻时的我们寻求自己 现在的我们寻求安稳 年轻时的轰轰烈烈 到现在的平平淡淡 不管是对家庭的责任 还是对自己 我们都应该承受 我们该有的责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爆妹的视频 请多的点赞评论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哦